八月中秋薄露 路上行人凄凉 小桥流水 桂花香 日夜千丝万详 心中不得宁静 清早懒罢文章 十年苦读 在书房 方显才高 至广 几句残词念吧 咱们书归正文 上文书啊 咱们说到了这个 灰特铺的太极 阿姆尔萨纳 怀揣着一颗 想做墨西蒙古大韩的小心思 就投靠了大清 最后终于这个愿望得逞 乾隆二十年的二月 配合这个清朝五王大军 终于打回了老家 这仗啊 打的那就一个快就别提了 到了四月份 这达瓦齐 已经被这个清军升行活拿了 这乾隆皇那一道圣旨 不光是达瓦齐啊 就连蒙古诸部的其他太极 也不乐意了 这乾隆皇帝旨意里啊 是这样显示出来的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 大体上啊 要把这块新来的江土 就是后来的新疆啊 分成四部分 这南疆地区主要呢 靠这个维吾尔大小合卓来管理 一会儿啊 咱们得拿出这个半分钟的时间 来聊聊大小合卓 为什么呢 因为这大小合卓呀 是咱们下部书的主角 那么这北疆呢 除了这个乌鲁木齐以东啊 主要是让这个新疯的威拉特 四汗来管理 而这个东疆的哈密呀 图鲁藩呢 主要啊 让那个哈密的回王 和图鲁藩的郡王来管理 不过啊 这是后话 这会儿的这个哈密回王啊 和图鲁藩的郡王还都没有封王 这大清国给他们的爵位呀 也无非就是杯子杯了 最后呢 就胜这个原来准的二韩国的首都 伊犁地区 上文书咱们就交代过了 在这个伊犁地区啊 清政府设立了这个办事大臣 哎 这谁来负责呢 就是这个北陆军的统帅班地 还有啊 鄂荣安 这鄂荣安呢 那您没听说过吧 哎 他爸爸可有名了 他爸爸就是这个雍正乾隆朝 两朝宠臣 鄂尔泰 只不过啊 在这地方啊 给留的八七兵少了点 五百人 那咱们呀 先得说两句 这个大小何卓 这大小何卓 原来在哪来着呀 他们既然姓何卓呀 咱们就能知道 这两个人呢 那是回不得贵族 何卓吗 莫罕莫德的后人呢 您还记不记得 这清朝啊 是分两路大军进的新疆 哎 其中这个西路军的副统帅 就是那个早就投成了 清廷的蒙古贵族 叫做萨拉尔 这个萨拉尔在进军的途中 就在这乌鲁木齐的南山一带 收服了一只啊 准嘎尔的牧民 大概呀 有这么大几百户 他就发现呢 这其中还夹杂着 大概有几十户的维吾尔人 他一打听才知道啊 这几十户的维吾尔人呢 是跟随着他们的头人 被软禁到这个准盖尔部落的 他们的头人呢 就是白山派的河卓 波罗尼都 哎 这波罗尼都啊 就是后来啊 霍赫有名的大河卓 他说呀 他还有一个弟弟 在其他的部落当中被软禁 哎 名字叫做霍吉詹 这就是比他哥哥更有名的小河卓 因为这个小河卓呀 脾气比较暴躁 在这个白山派的维吾尔族当中啊 又非常的有地位 受人景仰 是威望又高 所以说他呀 根本就不是被软禁 干脆就是被关在伯尔塔拉 在那儿啊 哎 被囚禁了 不过这清军的很快呀 这大军就杀到了伯尔塔拉 哎 解放了那儿之后呢 就把这个小河卓释放了 这样的兄弟二人才能团圆 不过呀 谁也没想到 这会儿刚刚被释放的大小河卓兄弟呀 以后会在这新疆啊 翻起滔天的巨浪 让这乾隆皇帝呀 寝食不安 只能是再派大军呢 到新疆去平派 哎 这都是后话呀 咱们下文书还会有交代 在这儿啊 咱们只简单的提一下这大小河卓的来历 咱们先呢 按下这个大小河卓布表 咱们再说说这个四路的蒙古韩王 实际上啊 在出征的时候 咱不就说了吗 这乾隆皇帝早就给他们规挂好了 说是啊 要在这个墨西蒙古册封四路韩王 实际上呢 乾隆皇帝当时啊 只物色中三个人选 那么是哪三位呢 就是这个杜尔伯特部的车铃 灰特部的阿姆萨纳 还有呢 就是这个和说特部的班珠尔 那对呀 这里边他为什么没有准嘎尔布呢 因为呀 人家准嘎尔布的投人呢 那是人家绰罗斯家族 这绰罗斯啊 首先没有过来投降的 哎 即便有啊 也是那些小把戏小虾密 小部落的小投人 不可能啊 封他们为寒 即便疯了呀 也压不住室 于是呢 这乾隆皇帝就想啊 等打赢了仗 到时候再物色人选 再说 哎 就这儿 也留下了伏笔 这乾隆皇帝啊 敬给以后的自个儿啊 找事添事 那既然呢 空出来一个韩外 这前方的将领呢 就有义务 有责任 帮着朝廷 帮着乾隆皇帝物色人选 哎 你还别说就是这个萨拉尔 真的帮乾隆皇帝找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 谁呀 这人啊 叫嘎拉藏多尔记 那他是什么人呢 当然了 他姓绰罗斯 并且呀 是这个初代大汗 巴图尔荤胎籍的曾孙 那可谓是啊 血统纯正的绰罗斯 要是另起辈分来啊 被俘虏的大汗拿瓦奇啊 得管人家呀 叫一声叔叔 这个嘎拉尔侧灵啊 和他是一辈的兄弟 在这个准嘎尔贵族的上层啊 是一位比较受尊敬的长者 不过这个人呢 这个好学问 不好争斗 哎 没有什么脾气 也可以说呀 是一捏一个坑的软柿子 乾隆啊 得知嘎拉尔藏多记 投青之后啊 他心里非常高兴 于是啊 不怠慢 就封他为四汗之一 不过可不能叫准嘎尔汗 乾隆皇帝 逆为透这三个字了 哎 叫绰罗斯汗 这一开始 这四家汗王认为啊 哎 打了胜仗之后 这四个人呢 平分墨西蒙古 也就是说啊 现在的新疆 南疆 北疆 全归他们 哎 想瞎了心了 乾隆皇帝可不是这么想的 大刀切白菜 分成四份 拿出其中的一份蛋糕啊 让这个四位蒙古汗王分 这么一来啊 还别说这个有野心的阿姆尔萨纳 就连其他汗王都不乐意了 因为这块地方啊 原来是蒙古人说了算 怎么着 这南疆一半的土地啊 黑不提白不提的 就分给这个维吾尔 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了 其他的地区还得这个汉人屯田 八旗驻兵 那么这么一来 我们没门了呀 不就剩这几块草场了吗 那这大汗干的 岂不是有点这个床底下 身懒腰 哎 他比较憋屈吗 只不过这会儿啊 清廷的八旗大军刚撤 哎 天朝的余威还在 所以这些人呢 心中非常惧怕乾隆皇帝 也只能是按其按憋 哎 先这么憋着 驱着 以图后继 可是啊 这会儿啊 心有野心的阿末萨纳 他可就坐不住了 要说呀 虽然没能够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他比其他各路韩王 唠叨的实惠啊 且多着呢 您看这打完仗之后啊 这乾隆皇帝 封这个北路军的统帅 班帝和这个西路军的副统帅 萨拉尔 都是一等功 这班帝呀 封为一等成勇功 萨拉尔呢 是一等超勇功 应该说呀 这荣誉是一样的 也不知怎么的呀 这乾隆皇帝认为 这阿姆萨纳呀 这功劳啊 是大大的 他呀 反倒被封为了双亲王 也就是说呀 他一个人脑袋上啊 顶了两个亲王弦 就连这工资啊 都是亲王双凤 那有人说啊 这里边不是还有这个 西路军的统帅永长的吗 还这永长啊 在这个禁军当中啊 犯了点小错误 没升官 没将官 也没加爵位 并且这朝廷呢 对他还提出了批评 于是就让他带着一千人呢 上那个乌鲁木齐屯田去了 刚才呀 咱们说的那帮屯田人的头子呀 就是永长 正所谓呢 人心不足的蛇吞象 阿姆萨纳呀 根本不能满足于啊 朝廷给他这个虚无缥缈的亲王双方 不过他也知道啊 这是不能操之过急 他要从乾隆皇帝手里啊 一点一点的把权力抠过来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不好意思啊 直接给乾隆皇帝写信 哎 他窜的呀 他窜的谁呀 窜的这个 祝伊犁伴侍大臣班帝 他让班帝呀 给这个乾隆皇帝写折子 不过呀 注明都是他的意见 您看啊 在这个平定准个二方略当中啊 就收录了不少 这班帝给乾隆皇帝的奏折 这奏折上啊 是这么写的 当然了 这都是这个班帝 转奏这个阿姆萨纳的意见 奏折中说 若以嘎勒藏多尔基为绰罗斯汗 众心不服 您看啊 这个阿姆萨纳 他不说自个儿 瞧不上那个嘎勒藏多尔基 他说呀 众心不服 问题呀 抛出来了 然后还得吓唬皇帝 说这众心不服之后啊 他有什么后果 接着他又说 准嘎尔分俗素强悍 喜生事端 心所不服者 所以威力挟制 不久 毕生滋事 哎 这话呀 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 这皇上你瞧啊 你要是不听我的 非立他为这个 绰罗斯汗呢 早晚就得生事端 哎 非得打起来不可 那么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哎 这阿姆尔撒纳呀 他又说了 不若于试定之后 其具各宰桑 德木齐等广为资访 现今准嘎尔 策灵无敌似 于一亲戚中 不论何性 则众心成福 能于哈斯克 布鲁特哲 共同保举奏请皇上 施恩 比领其重 则 于情妓协 一颗永远凝贴 那这是啥意思 这是说呀 等这个销定销定啊 把这块地界上的 蒙古王公们呢 以及这个宰桑 太记 以及德木齐 全都召集起来 共同啊 推举一位 绰罗斯大海 你看现在啊 这嘎尔丹策灵的后人 都被打光了 哎 但是咱们呢 可以从他的亲戚当中 再找一位 不要拘女 他到底姓不姓绰罗斯 只要有能力 大家都服从他 能够率领大军呢 抵御这个哈斯克 以及布鲁特的西扰 然后啊 我们就选出一位来 让皇上您批准 这样才可以 永远保持和谐 哎 这就再明显不过了 这会儿的这个 墨西草原上啊 数他胳膊跟着粗 要是真这样选的话呀 哎 实诚 有实诚的把握 这阿姆尔萨纳呀 就能自己当选 这个绰罗斯汗 这样呢 虽然他不是 这四家大汗的总汗 可是这四家大汗 他就把持了两个汗位 这实力呀 那就大大比其他两家要高出很多 乾隆皇帝看完自折之后啊 心里明镜似的 少跟正宫我这扯犊子 你呀 一决定 我就知道你要放几个色的彩虹屁 都是本地狐狸 你还跟我这儿讲聊斋呢 全是老中叶 谁也别给谁开篇方 一句话呀 这乾隆皇帝就把这事给否了 乾隆皇帝说呀 若绰罗斯汗用别姓来当啊 那岂不是更不能服众 并且这天朝圣誉 岂有变来变去的道理 我看嘎了藏多少计呀 就挺好 你们认不认可的 还在其次 朝廷认可 正宫我呀 认可 得 这一下子的阿姆萨纳呀 在乾隆皇帝这儿可又吃瘪了 不过呢 他和这个乾隆皇的斗法呀 还远远没有结束 当然了 哎 这刀兵四起呀 总不是好事 举其造反呢 自个现在实力也不得行 能智取的 远比要动刀枪强得多 所以说这阿姆萨纳和这个乾隆皇帝的斗法呀 还得继续 可是啊 今儿天不早了 哎 要知后事如何呀 咱们明天 接着聊